把镜头带到北海岸 北海岸的金山区的四维路 有一栋去年开始新建的住宅社区旁边 今年又有一栋超过十层楼的新建案开工了 建商就把旁边的农地都圈了起来 结果就造成严重的积水 附近的民众陈勤好几次 却都没有权责单位出面处理 在接后陈勤后 市议员周亚林便会同了市府公务局 还有建商代表等一行人来到了工地现场 进行了协调会看 位在金山区的四维路地 有一栋从去年开始新建的住宅社区 不过附近居民反映 这一栋社区盖好之后 附近居民住家的后方空地就时常积水 再加上今年一旁又有一个超过十层楼的新建案 正在新建当中 将眼前的这一块空地围了起来 积水更加的严重 而民众也反映 除了会影响环境造成蚊虫滋生之外 甚至还会水淹附近的民宅 现在就是自从建商来做之后 我们的櫃流步越渐越噴越噴越 cluster 就要走到里面灯灭了 还有一些蚊子云 Parker 都走到里面灯灭了 影响着我们这儿村子 还炒 还有卫生蚊子 came to scp都要给蚊子... 我们就给蚊子墮一些 говорит 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盖了房子之后 后续的排水系统没有做好 让他们每逢下雨都淹水或积水 我相信长期来 而且一年多了 造成他们这样居住的一个疑虑跟困扰 那我会责成他们这两个礼拜之内 一定要做一个答案 给这样子的市委路德国民众一个交代 附近的住户就说 从去年开始反应却拖了好久 没有人愿意处理 而今天也求助议员周雅林 会同市府公务局 以及建商前来协调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左边的正是目前正在新建的社区 而中间则是已经盖好的大楼 右边整排的就是附近居民的住家 而后方的农地就是每遇大雨 就会淹水的地方 而建商今天也对公务局承诺 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想 是不是水对不对 我负责拿马达来抽 这里附近这可以走 这你先把它打通 这你先把它打通 我负责 至于说因为它本来 他们就有那个水利技师 有评估这个事情 这个部分他们原来比较方便 水利技师来评估看怎么样 他们在定一看什么时间 说周一人讲说 给大家报告说就这样做 那我们已经有责成建商 针对这个积水的部分 有短期跟长期的这个解决的办法 第一个我们要求建商在三天内 把这个积水的部分 要做一个抽水完成 那至于长期的部分 我们也要求建商在两个礼拜内 这个请水利技师做出这个区域的一个 这个水纹的一个 这个排水设施的一个计划 那今天呢 我也质疑了很多我们的相关单位 这样子在建造或使用值在核发的过程当中 难道没有兼顾到所谓这样子的整体全面性的一个水沟的排放吗 市府公务局表示 未来将会要求建商先将这里的积水先行抽干 再由两个建商自行协调 来请专业的技师来评估 做后续长期的排水计划 而这些都要在市府以及议员的监督之下 由建商完成 而另外议员也质疑 当初市府公务局在审核建商的执照时 居然没有考虑到排水问题 显示出公部门当初没有做好把关 才会让问题延当至今 记者许段义 金三采访报道